来,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3-5-2同分母分数的加法 我们用以下这个教学活动来做一个示范 阿全倒7分之7杯的牛奶在杯子里 又再倒2分之10杯的牛奶在杯子里 阿全共有多少杯的牛奶呢? 首先,我们先有一个想法 10分之7杯是多少呢? 我们先将一个杯子划分成10等份 那10分之7杯呢? 就是里面的7等份 1,2,3,4,5,6,7 我们划7等份,这就是10分之7杯了 接着呢,我们来再看看 看它,10分之2杯是多少呢? 一样 我们先画一个杯子 画成10等份 那10分之2杯 就是10等份里面的2等份 1等份,2等份 所以绿色的部分 就是10分之2杯的牛奶 接着呢,我们再画一个红杯子 一样,划分成10等份 我们呢,现在先到7分之10 进到这个杯子里面来 来,我们先到10分之7 1,2,3,4,5,6,7 10分之7杯的牛奶 然后呢,我们再倒入10分之2杯 好,我们将绿色的2等份倒进来 最后呢,我们共有10等份 我们共有10等份里面的9等份 所以就有10分之9杯 接下来,我们来列个式子 将刚刚所看到的写下来 第一个,我们先倒了10分之7杯的牛奶 后来呢,再倒上10分之2杯的牛奶 最后,阿全的杯子里 共有多少杯的牛奶呢 因为是共有,便多了 我们用加法 接着,根据刚刚的图形 我们知道,我总共有10分之9杯的牛奶 那这个10分之9怎么来的呢 就是 10等份里面的7等份 再加上2等份 所以就是10分之9杯了 所以最后,我们将答案写下来 阿全共有10分之9杯的牛奶 接着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刚刚所列的式子 我们先倒10分之7杯 10分之7杯,我的分母是10 再倒10分之2杯 10分之2杯,我的分母也是10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一个结论 同分母分数,因为分母都是10 它的一个加法 其合是多少呢 我们一样来观察一下 过程当中,一样 10等份 最后,10分之9杯 分母还是10 所以 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结论 分母变不变呢 分母不变 接着,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它的分子如何呢 我最后,10分之9杯 这个分子是9 那9怎么来的呢 是由我的7 10分之7 就是先到的 10分之7杯的分子 加上我的2 这2怎么来的呢 就是再到的10分之2杯的分子 所以呢 我得到了我第二个结论 分子就相加 好,来 最后,我们利用刚刚所得到的结论 来做以下的一个立体的练习 题目是 以林有15分之3包的糖果 静文有15分之4包的糖果 两人共有多少包的糖果呢 来,我们现在直接来列试了 第一个 第一个,以林 他有几包呢 有15分之3包 静文呢 他有15分之4包 那我共有几包呢 因为是一共 所以我相加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15分之3 分母是15 15分之4 分母也是15 所以同分母分数的加法 第一个 分母不变 好 那我的分子呢 就由3加上4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 15分之7包 于是呢 我们最后来写看答案 答 两个人 两个人 共有15分之7包的糖果 对 等会儿 好